末世的15年 老人心痛地表示 男子的姐姐被选中 成为了抛弃者 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她狠狠抓住老人的衣领 抛弃者可是抽签出来的 一旁的女人挽着大佬的胳膊 幸灾乐祸地说道 你姐姐一个废老狗 连石荒都做不了 聚集地还要养着她浪费物资吗 气得她抽出刀就要上前 男人俯视着她 怎么 你一个报警 还想跟我动手 环视周围 发现自己已经被孤立在中间 在这种情况下 她只能可怜兮兮地拉着男人的手 只想知道抛弃她的胃 在众人的嘲笑声中 她转头默默离开 男子在树林里大喊着 姐 我知道你就在附近 你快出来吧 可是那姐姐就在不远处 看着自己的弟弟的部分 她死死捂住自己的嘴 她不能再拖累她 下一秒她却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她一脸笑兮兮走到姐姐身体了 姐 你忘了 从小到大我最擅长捉迷藏了 没等姐弟团聚 一只怪物猛然出现 情急之下姐姐将她推开 自己却死在了当地 当亲姐姐死在自己的眼前 她愤怒地拿着自己的刀 对上了罐 不随她愿 小刀砍石头 碎了个屁了 现在只能怪自己系统绑定的太吽 还真是个废物啊 老王 快醒醒 班主任叫你了 在叫喊声里 她突然惊醒 看着周围的环境 这是学校的教室 看着身边的同桌 钱得亮 她不是在末世初期就死了吗 台上的老师说着 这次特区名额十分珍贵 只有觉醒者 而且三十岁以下的觉醒者 入住特区的名额了 不要小瞧这个名额 她是很珍贵的 特区 那不是末世后的避难所吗 她真的回到了十五年前 随即喊了声系统 没想到系统还在 上一世 她没能力把家人 送进庇护所避难 母亲最终死在了 身亡者的大潮中 而且姐姐也 这一世重来 这个名额我要定了 没有作者更新的日子 就像路易十六 没有头 马上点赞加关注 是初七 蒋坤迅速聚拢了一帮手下 她和姐姐为了生存 只能选择依附于她 但是蒋坤暴力自私 对他们动辄打杀 完全是当作奴隶使唤 直到她第一次 亲眼见识到觉醒者的力量 这一次行验 轮到我救你了 乾坤信贷公司内 当比死死穿透手掌 蒋坤一点不知道 连香西域死死 抓住美女的嫩女 要怪就怪你那没用的老爹 宁肯跳楼也不肯还钱 你妈跑得又快 只留下你来卖身 替你爸还债了 所以 你就乖乖的还能少受点罪 一个袭击踢在了她的步子上 狠狠地踩在脚下 这时候她也一点不肯屈服 做梦 你们怎么不下去找她要 突然大门被猛然踹抬 这流氓还礼貌地问了一下来人是谁 要问来人是谁 她就是棒球英雄 这究竟是哪里来的疯狗 真是笑死人了 赶紧赶出去 没等上前庭拿住棒球英雄 喀喀喀两棒球柜蹲过去 直接掐住蒋坤的脖鞋 抵在了落地窗上 准确地来说 我们在未来算是仇人 听得太疑愣 什么玩意啊 在未来 换谁谁信 不给她多信 一顿球棍伺候给她喂饱 接着转头就来到美女身边 关心着她的身体状况 差一点就忘了 她拿着棒球棍再次返回蒋坤身边 询问欠条在哪里 死到临头了还不肯承认 看来还是没吃饱 她连忙反应过来 指着桌子上的幸福 在那在那 拿起欠条递到了美女手里 现在你不欠任何人了 美女狠狠撕碎了欠条 系统蹦出 达成绑定契约已与赵英元达成绑定 提示 赵英元尚未觉醒 暂时无法获得能力 看来还得给她添一把火 才能觉醒异能了 那么现在就到了复仇的时间了 她向她伸出手 打算怎么做 各位观众老爷会怎样选择呢 点赞关注下一集继续 天空渐渐下起黑雨 欢迎再一次来到末世 王桥 系统界面打开 赵英元觉醒能力 及异能金属操控 您获得了S级异能金属操控 现在这个世界的异能分为八级 战斗等级为六级 其中前世的暴级为最低级 异能分属六大杆之鱼 S级以上异能多为双杆之鱼叠加异能 战斗等级根据觉醒者所造成的破坏力平地 理论来说 只要异能开发到位 拥有一级异能的最高级也可以暴打 即异能上未觉醒者 前世的她因为绑定的异能太垃圾 只绑定了一个D级异能 最终勉强达到暴级的破坏力 而现在的她拥有的是S级异能 果然厉害 这才觉醒就已经接近暴级巅峰了 赵英元的出现打断了她的思绪 为什么她也有异能 还和自己的一样 王乔转身来到她的面前 因为我们是一类人了 心里想的确实 当然是因为绑定里获得的异能多被反还奖励 不过不能告诉你 学校登记处 一个庇护所名额到手 警卫好心提醒 你们两位都是高级异能 前途不可限量 加入军方是最好的选择 他说上答应者会好好考虑的 心里想的确实 我还要趁着末日初期多多绑定强者 加入军队还哪里有机会啊 警卫看着天上黑色的雨 不由地感叹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奇怪 入住特区的名额很珍贵 具体怎么安排 还是要回家跟家人好好商 没等说完就被赵英元打断 他将特区名额让给了王乔 他也欣然接受了 警卫在一边简直不敢置信 用十个亿都买不到的名额 为什么给他们已经烂大街的错觉 下一瞬间有老头被三个变异人追赶 他为什么会被追着看 一定是因为没有点赞评论加关注 前面这几个人是疯了吗 警卫大声喝止却没有起任何罪 反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就连子弹都置信不了他 更是直接将他扑倒 王乔剑撞利用异能将铁栏杆拔起 用栏杆的箭头穿过他们的体面 黑雨还没下完 身亡者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吗 李玉想的还要早 电话响起 正要告诉母亲现在外面很危险 绝对不要出门的时候 就被对面打断 姐姐被人抓走了 究竟被抓去了哪里了呢 下集继续 面前的身亡者被王乔一举消灭 上辈子可没有发生姐姐被抓的事情 难道是蝴蝶效应吗 但不论如何都不会让姐姐出事的 一击穿透 蝴蝶凭空出现刚刺将一群小杂碎穿了的对穿 看着面前的场景 赵英元不由的惊叹 好强 同样的异能 他施展起来要比自己强大好几倍 来到王母家门前 开门就看到年轻双马尾妈妈 母子紧紧相拥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一定会把姐姐带回来 卢走姐姐的那人还留下了话 让他前往钱园大厦 不然就杀了他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钱园大厦 那是蒋钱的产业 他和蒋坤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真是该死 钱是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人 难道他在末世初期就死了 想到这里现在必须赶紧把妈妈送去避难所 也不要再担心了 他保证 一定会把姐姐带回来 帮忙收拾衣服的时候 他不由的反思 都怪自己太过依赖前世的情报 侥幸重生难道就忘了末世的残酷了吗 想要保护好家人 以后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转身握住赵英元的肩膀 关于那个讲起来 你知道多少 来到特殊门前 亲手将母亲送进去 并保证一定会带姐姐来跟他作伴 并让他放心 现在他已经是觉醒者 还是快点进去 不要淋雨了 随着大门关闭 两人来到街区 这场黑雨还有那些发疯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面的身亡者也注意到了两人 张着大嘴就要咬来 被王桥轻轻松松地解决送上极乐 看来今天没有这么简单 前面街道轰然发生爆炸 一女子带着火焰跑来 周身火焰 仿佛是置身火海的神女 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末世前十的强者 火焰女王陆河 她又怎么会在这里呢 想知道故事怎样发展 点赞评论加关注 上一世王桥看着陆河重心捧月地 在自己面前惊骨 身边的同伴告诉她 她可是现在基地里天灾级的觉醒者 是最强元素吸益能者 回到这一世 只要能跟她达成绑地 一定会变得很强吧 可是当初她只是执行任务陆河 根本没办法产生交集 既然这次机会都送到嘴边了 可不会再放过了 想到这里一脸兴奋钻紧手里刀 朋友 做好在这个新地狱战斗的准备了吗 下一秒无数身亡者都向陆河 她轻松放火烧山 做了个探烧小人 但是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同时引人多个目标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这是王桥快速越过她的身边 在她震惊的眼神中 轻松囊了身亡者一刀 转换招式用了一记风车笔刷 跟万一样将他们穿串一套解决 待当站定就有身亡者在后背偷袭 没等她偷袭成功就被不明物体砸中 直接砸成肉酱 原来是赵英元操控金属将人击败 站在高处的她不由的感叹 真刺激啊 这才是我干活着的世界 现在收割时间到了 两人分头应对着人群 小刀俩人一刀一个小咔了 等待战斗结束后 陆河看着面前的两人内心十分震撼 这两人都好强 怕是暴击巅峰了吧 王桥转头关心陆河的状况 有没有受伤 蹲在一边的赵英元听后一哆嗦 这人真是到处留情啊 这边的两人相互握手后 系统直接绑定 达成绑定契机 已与陆河达成绑定 多倍返还以道账 您获得了S级异能引然 点赞评论加关注 欢迎各位观众老爷评论区说一下对作品的看法 解决完生还者 赵英元饶有兴致地在他脸上画大便 王桥在一边宠匿地看着时 手上的异能相互有了反应 借口有事 转身就进入了超市 在空无一人的超市内 他尽情地释放着异能 领取异能的同时 周围一切金属物质都向他飞来 燃火 红金两个异能相互融合 将金属链制成自己的武器 这两个异能果然是绝配 以他现在的实力 应该有红极了吧 果然末世初期才是他最佳发育期 顺手拿上一旁的彩笔 另一边的陆河看着赵英元的一顿操作 就像隔屁的人画得跟鬼一样 还满脸兴奋地问话得怎么样 这审美可不敢恭维 真的很有艺术感 可是现在他们是打算去哪里吗 现在外面的情况很危险 最好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话是这么问 可他自己现在不也是在外面吗 原来他与队友走散了 而他们两人在外面停留 也是因为王桥的姐姐让人抓走了 他们现在要去救他 一听说是这个原因 陆河一阵连环炮询问 什么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的姐姐被什么人抓走了 被抓到什么地方去 得来的却是赵英元的你好 随了他弱小的心灵 王桥走向两人 我们将要去前沿大厦 既然你从那个方向过来 知道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吗 陆河转头看向他 前沿大厦的情况不清楚 但是那边满大街都是发疯的人 难道现在情况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了吗 他自告奋勇的要跟随一起去 并表示 别看刚才很狼狈 但是他也是很强的 既然这样 刚刚说的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意思 他连忙否认 可能是听错了吧 这别角的敷衍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到底在掩饰什么 王桥拉住赵英元的胳膊 递给了他刚才那盒粉底 只用红色多单调 用这个色彩会更丰富 先收着 以后再画 现在要出发了 三人就此踏上了旧姐的道路 三人来到前沿大厦楼下 这场诡异的黑雨总算是停了 街上那些发疯的人应该恢复正常了吧 但愿如此吧 此时松了一口气的人们并不知道 黑雨停后 才是默示催化真正的开端 怪物等级从低到高一刺史 催化期 出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集电期 真名期 对应觉醒者战力等级 暴级 红级 山火级 海啸级 天灾级 无解级 现在还只是些低级的催化期身亡者吧 王桥德在局势进一步恶化期 尽早把姐姐救出来送入庇护所才行 三人进入大楼内部 周围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 轻松越过门槛 来到电梯前 再都不知道蒋空平时会在哪里的情况 只能先坐电梯去顶 再一层层往下找了 电梯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无数身亡者 向三人扑来 长着大嘴就要咬在王桥的头上 下一瞬他掏出刀 拦腰斩断 面对着围攻 他丝毫不慌张 冷静地将身亡者批了个干净 他先来解决前面 美女们挡住后面 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赵银元轻松操控金属刺 刺向身亡者 看我把他们统统杀光 路合就更方便了 直接来了的探稿 大伙直接开烧 两人相互夸赞对方做得挺不错的时候 被烤糊了的身亡者 却还是那么生猛地扑上来 就在这时 王桥将两人的技能融合 将火焰注入金属内 击进他们的身体内 三下两除二就将他们击灭 还告诉他们要小心啊 赵银元表示 这话你跟他说吧 搞得黑乎乎的了 一点也不懂暴力美学 话落 他抬手将周围的金属融化 再次将金属融合刺向来袭击的身亡者 眼看着赵银元 手脚利落地将身亡者砍断 曾经的火焰女王现在还很稚嫩 没有多少战斗经验 反倒是她 真是刚觉醒就跟上辈子一样变态 三分钟拦腰砍断 三人就听到身后传来阵阵吼叫声 回头一声 还有大批大批的身亡 还有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先让两位女士先进电梯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将俩人送入电梯内 留下自己一人面对着威胁 王乔让自己冷静下来 随即放出大片大片的金属 将身亡怎么来了就穿穿 这时候如果放一把火再烤一下 简直没死了 趁着这个时机 王乔也赶忙跑进电梯内 路合想不明白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黑鱼已经停了 这些发疯的人反而更多了 这个局里孩子气去年推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这会不会是蒋钱布置的陷阱 可现在想必是不是陷阱 他更担心 姐姐他们现在在哪 是否安全 毕竟前世蒋坤的身边 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蒋钱这个人 难道他就是死在这个时候吗 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 王乔加速了整个电梯令气快速上升 顶楼内 满地的身亡者尸体 其中一个已经发生变异了的站在正中央 听到电梯门的声音 迅速转头 电梯内的路合下的已经站不起身了 他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 赵银元笑话 他说是刚才他的尖叫声 下一秒一个怪物破墙 而露出现在三人面前 这捏麻是个什么玩意儿 王乔看一眼就反应过来 这是成长期的身亡者 看着面前巨大的身亡者 王乔简直难以置信 怎么会有这么早就有身亡者进入成长期了 强行给电梯开了个口 他们要先离开电梯 这里太狭窄了 三人站到电梯上方 身亡者一跃而起向三人扑来 路合放出火焰挡住攻击 没想到这怪物不害怕火焰 反而是冲破火焰 王乔一个大逼斗就给他打回原地 这机会赵银元怎么能错过 操纵金属元素 将电梯凝成球形 把身亡者困在了里面 扔向电梯隧道底下 这招就叫做开心跳楼机 易猛男将身亡者对在了墙上 听到三人闹出的巨大声音 是局里其他人来了吗 怎么搞这么大动静 领导不是说了 在外面要低调行事吗 电梯门打开 王乔从电梯上荡了下来 看着面前的身亡者 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死 我们先去外面 三人刚落地 腾熟期的身亡者紧随跟上了他们 嘶吼着跟上他们 赵银元连忙操纵铁片扔向他 但好像无济于事 没想要再次面对他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是曾经的自己 挥出凝聚了火焰的钢刀 刷刷两下就砍了下去 他却没有任何变化 反而转身回击了回来 果然成长期的身亡者身体更结实 只能用那招了 手掌挥击火焰 重重挥出一拳 再两次来一逼动 碰到他的时候瞬间点 围观的陆河也没想到 会火焰异能还可以这样 好强 这打不死的玩意又跟小强一样 又站起来了 轻松躲过攻击 这是伤害不够吗 但这次 他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还有两个美女 美女们联合使出技能 注入火焰异能的钢刺穿入他的体内 他还想将气拔出 两人放出更多的钢刺射向他 就算是成长期 他的弱点也依旧是心脏 趁着空隙王桥来到他的身体 抽出钢刀砍向他的腹部 却被直接震断了 什么 这家伙居然变身了 这就是成长期的能力吗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和陆河一脸震惊不同 赵英元反而是兴奋得很 看不出来吗 王桥将断掉的钢刀接毁 内心做起了思量 凭我如今的实力 无法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就在这时猛男出现在众人身后 陆河一下就认出来人 连队长 那些怎么会再说 快帮我们对付这个怪物 看着面前的怪物 他倒是游刃有余 这家伙倒是跟我之前对付的 那些发疯的人都不一样 还自带装备 是刚从慢掌回来的 陆河好心提醒 这家伙身上的骨甲 十分坚硬 巧了 他最喜欢的就是垂碎坚硬的东西 一拳击在眉补处 一点变化都没有 不愧是慢掌特种兵 力气很大嘛 那就比比谁更强 抓着他的胳膊一顿输出 胸前的盔甲已经出现了裂缝 好机会 攻击他的心脏位置 收到 身亡者控制助连剑舟之际 一记能量球打在他的身上 就是现在 王桥原地跃起 将他一刀刺进地影 引人 熊熊烈火从他身体里迸发出来 原地爆炸 这次他应该死彻顶吧 看着王桥将成长期身亡者击败 连剑舟不由的内心感叹 这小子 身手不错呀 王桥将长刀收回 身后的赵英员满是心疼地 看着白烤干的身亡者 No 我的白板变成了黑板了 路合亲碰连剑舟的手臂 连队长 你也太冲动了 刚差一点就失手了 他还在打肿脸冲胖子 你也太小瞧我了 我只是才刚热个身而已 王桥来到两人身边 这位是 他趁机介绍 这位是红极觉醒者 连剑舟 两人相互打完招呼后 内心想到 这名字虽然很陌生 不过实力不弱 能不能绑定呢 系统显示不能被绑定 看来这个家伙的内心 比他外表要警惕的 现在这种情况 还是要尽快通知局里 黑羽虽然停了 但这些发疯的人 依旧没有回忆 他安抚地按住路合的肩膀 这件事局里已经知道了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刚刚那个家伙 已经不能算是人了吧 这时 王桥打断两人的谈话 不好意思 你们所说的局里是 路合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 如今这个情况 告诉他也没什么 局里的保密计划早就没意义 其实两人隶属于特殊安全局 这是一个原意用来 监管民间觉醒者的官方组织 他们没想到 王桥居然听说特殊安全局的名头 其实他也只是惊讶 官方居然对超凡者 还有监管措施 毕竟不是每个觉醒者 都是那么稳定的 而易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特殊安全局 那不就是六感会前身吗 没想到在末世后期 赫赫有名的六感 居然在末世前就已经创建了 再看面前的路合 是了 他不就是六感会的代表人物吗 原来他从史之中都是六感会的 王桥问起 有没有在下面碰到其他人 这个其他人是指正常人吗 已经没有了 整栋大楼只有发疯的人了 什么 难道姐姐已经 不 不可能的 他转身就离开打算要下去看看 来到楼下看着满地狼藉 难道因为自己的重生 反而害得姐姐先出事了吗 太愚蠢了 如果不是因为相信同生后继 而是肯仔细调查 一遍蒋昆在行动的话 就在这时看着面前的场景 他全身僵住了 这是他的姐姐吗 颤抖着翻过面前人的身体 发现是个长发男子 并不是自己的姐姐 不由地探出口气 幸好不是他 看来姐姐他们应该在这里 沦陷之前就离开了 就是不知道姐姐他现在去哪了 连剑舟这时出生 或许我知道你姐姐去哪了 这里之前出现了 红级觉醒者的异能波动 他就是为了调查这个才来的 如果你姐姐之前也在大厦 那我想他现在可能跟这个觉醒者在一起 那你有办法追踪到那个觉醒者吗 连剑舟拿出自己的手机 上面显示着定位 当然没问题 我可是专业的 一处厂房内 众人难以置信看着面前的场景 为什么你们就不肯乖乖听话了 你们可都是很珍贵的材料 随手他将手放在冰上 一使劲 四分五裂 连里面的人一起碎掉 没弄坏你们一个 我都会很心疼的 这是白大褂出声 素兰大人 实验器材已经准备好了 正好 那就你们几个准备直接开始了 手下一人抓住一个人 带去实验室 素兰转头询问 对了阴婷他们呢 直到他在二楼 他就白板手离开了 他倒是会偷懒 我去找他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了 实验室内 躺在实验台上的人已经没有个四肢 被带进来的人都十分的恐惧 挣扎着要放开自己 都是徒劳无功 被按在实验台上 姐姐还在想着谁能来救救自己 跟着定位来到一个建造面前 就是这里了 一能波动一到这里就断掉了 那个觉醒者就在里面 既然这样 那我们进去 进到里面发现一人没有 连队长 你确定这里有人吗 你就算不相信我 也要相信科学啊 王桥摸了一把桌子上的灰尘 厚厚的机灰 这里感觉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随即就听到他大喊 喂 有人吗 既然这样那就先四处搜搜看吧 神秘的觉醒者 再加上之前的成长期身亡者 还有看起来早有准备的特殊安全局 看来当初末世爆发的时候 还发生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这个家伙 肯定还隐瞒了些什么 王桥翻找着各种地方 没理由啊 明明定位点显示就在这里 难道他们还能上天入地不成 听到这词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你说 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地下 地下室吗 很有可能 廖建州说干就干 别说什么可不可能了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说着就举起拳头砸向地面 地下室的两人瑟瑟发抖 其中一人就是那什么钱哥 小弟已经害怕得絮絮叨叨的了 他们到底想抓我们干什么 钱哥没好气 我怎么知道 下一刻天花板碎裂 直接破了个大洞 抬眼一看就见廖建州一脸嫌弃 扇着灰尘 还真的有地下 王桥搂着赵英元缓缓落下 指着前方 王桥 是蒋钱 他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你们 认识我 现在的王桥可懒得听他说什么 划出炎刀 指着他 当然认识 你绑了我姐姐 说让我亲自来 现在我来了 没等他下去 一道闪电劈了过来 打在他的身前 一块巨石席向廖建州 被他一脚踢开 搞偷袭啊 鼠背 巨石被冰墙挡住 墙后穿了鼓掌声 不错不错 力道很足嘛 来人正是素兰和英廷 均为红极巅峰觉醒者 那条一只跟在我屁股后的恶狗 就是你吧 这小子 嘴真臭啊 让老子先替你竖竖口 这时蒋钱指向他们 就是他们 他们之前把你姐姐带走了 跟我没关系 你去找他 王桥来到两人面前 我姐姐在哪里 素兰满脸不屑 你姐姐 如果你是指刚刚那个材料 现在应该已经死了吧 王桥一脸震惊 你说什么 他无力的想着 哪怕是重来一次 命运还是无力更改 又一次 这样了 素兰轻描淡写的表示 不过你现在来得正好 正好给他收尸 陆河简直没有办法理解 随即点燃起火焰 你们这些混蛋 还没等动手 就感觉一阵强风呼啸而过 抬头一看 是赵英元操控着水泥钢筋 来到素兰身前 他就交给我吧 他倒是一脸兴奋迎接着攻击 真是暴力啊 钢筋打在了冰盾上 死死卡住 没想到你这王八可还挺厚实 他可懒得跟他过家家了 不知死活的丫头 冰刺刷刷席向赵英元 更是划破了他的脸蛋 不仅防御力强悍 连攻击力也 现在看来只能用这招了 另一边廖剑舟使出 极易能血之狂暴 突然一双手抓住了他的脚 直直地将他拉下地 只留下一个大洞在原地 这边的赵英元对着素兰 他已经兴奋起来了 凝聚所有钢筋刺向对面 看我刺穿你这王八可 给你开个大洞 就凭你 兵甲 一声巨响 烟雾散去 就见赵英元已经被吐了的对穿 看起来胜负已定 但真的是这样吗 他死死抓住素兰的手 现在是复仇时间了 你在嘚瑟什么呀 就见王桥拿着真火断金刀走向他 是了 现在还不是嘚瑟的时候 我还必须要 复仇 在一旁观战的英婷可不会让他得逞 他凝聚起电球 那就先让我来会会你 以自身为中心 电拱没急 素兰轻松睁开禁锢 不要插手 这是我的游戏 赵英元操纵金属从地下钻出 将素兰束缚在半空中 王桥趁机举着刀砍向他 就凭你俩还想杀我 兵之护盾 王桥一刀砍在厚厚的兵队上 随即碎裂 路河跑向赵英元 搀扶着他 你这样一直出血很危险 你需要立马止血 再不止血你会死 不听他的反驳 路河抓住他身上的冰刺 利用自身的火焰将其融化 就见不远处 王桥从烟雾中跃出 是成功了吗 但不如他们所想 素兰只是出了点血 好险 差一点就翻车了 糟了 这家伙竟然还没 另一边的地址 连剑周被嵌入地中无法动弹 他对面的正是元素欲觉醒者眼 你瞧不起的鼠辈们 可是很容易适应弟弟的生活呢 难道刚刚袭击自己的那颗石头 是他扔的吗 眼里没有理他的问题 反而施加压力 现在的你 可是连只老鼠都不如呢 在你尸体腐乱之前 好好体会着地下的明镜板 强大的压力让连剑周开始窒息 开什么玩笑 再回到地上 已经看到素兰全身被冰包围 释放出大量的冰锥 刺向王桥 堪堪接住攻击 他实力又变强了 小龙影 乖乖受死吧 同一时间壁板凸起 眼里出现在阴亭身边 你们这边还没完事吗 素兰他又发疯了 嗨 好像快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 王桥快速躲开冰刺的攻击 将面前的冰石砍成两半 在这缝隙中将手里的长棍守出 给我 素兰轻松躲过 真是菜鸟 居然选择在战斗中选择把武器扔出 已经开始不知所措了吗 长枪飞到他身侧的时候突然停住 你中计了 随即开始在半空中旋转 直接引爆 素兰抓住了炎枪 同时他也付出了代价 左臂已经掉了下来 该死的家伙 可差点就让你得逞了 真是可惜 可恶 还是差点 不行 必须趁现在解决掉他 再要跑到十人 就被眼里拦截 一拳击中他的肩膀 不得已只能后摧 真是无耻 单挑不过就联手了 反派可不在意这个 还真是个天真的小姑娘呀 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兵不厌诈 没想到这王桥居然是横跨两个感知欲的觉醒者 不错呀不错呀 王桥心里难免有所顾虑 我一直隐藏着金属能力让他放松警惕 本想一口气杀了他 结果还是被他挡下了 他还有两个帮凶 看样子一个是电戏 一个是严实戏 连剑舟应该就是被这个石头人拖走了 现在赵英元受了伤 而陆河还没有办法适应这个阶段的战斗 还能战斗的现在只剩下自己 就算是一打三 也要杀了他给姐姐报仇 就在这时地板出现凸起 就见下一顺连剑舟跃起 潜住眼里的脖子 将人按在地上 混蛋 我现在心里可是超级平静了 使出全力的一拳将人打飞 切 无愧是只见不得光的地老鼠 溜得还真快 连剑舟来到王桥身旁 怎么样 还能战斗吗 这话应该我问的 我可是才刚刚热身好了 那正好 就让我们一起包了这几只臭老鼠的饼 系统适时提醒 检测宿主与连剑舟成为战友 契约达成 以获得了极异能 血之狂暴 原来这就是他的能力吗 居然是 现在可没有时间给他考虑了 素兰显然已经怒了 英廷事实地拦住了他 下面的撤离工作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准备撤了 不要恋战 他正打算大打一场 他死死地前置 释放电流到他的体内 你已经失控了 还是先冷静一下吧 把他带走 让那个小子把那些疯子都放出来吧 他们不过就是一些不死不活的疯子罢了 之后可以随时补充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严厉也不再磨叽 顿地离开 两人意识到他们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英廷释放雷球挡住了两 他们两人还能抓到他们吗 两人在越过英廷发射出的雷球 可惜 你打歪了 可真的是这样吗 雷球直接轰上两位女生上方的天花板 大片大片的水泥钢筋掉了下来 两人走神顾忌他们 被英廷抓得正着 你们在哪边呢 烟雾散开 人已经消失了 两人没什么事 他这一招 没有杀伤力 但人已经跑了 这才想起身后的陆河和赵英元被埋在了下 废墟下的陆河满脸丧气 我要死了吗 赵英元强称力气 支起金属 你还要在哪里装蘑菇到什么时候啊 虽然你扑过来救我 我是很感动的 但你压在我身上还是挺碍事的 陆河慌忙退到一边 不好意思 差点忘了 你的能力是控制金属 他重喝几声 在看手里已经一滩血迹 赶忙搀扶住他 你怎么样 身体还撑得住吗 听到外面两人的呼唤 陆河仿佛看见了希望 听到石堆里的回忆 王乔操纵能力将石头移开 索性 两人没有中伤 另一边的蒋钱和小弟蜷缩在墙角 看到一边有一个出口 两人想着从那里悄悄的溜出去 说干就干 鸟翘的前进 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想要再次查看蒋钱两人的位置 发现他们没跑远 就在附近停了下来 同时就听到了隧道深处传来尖叫声 王乔主妇两人 你们两个暂时在这里等我们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 这边隧道内 蒋钱跟小弟被大堆变一者追着 救命了 该死 马上就要被抓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